那你就一直在製造這個假象 把這個假的當作真的來受苦 不需要啦 來 法輝功德 回向往生者 瞪金水 罪障消除 得身淨土 所有往生牌位 所有往生親人 所有冤親在主 所有男女孤魂 同享功德 歐阿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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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以這樣觀想 第一遍歐阿虎 佛的歐阿虎加持他 第二遍的歐阿虎 他的身口液淨化了 第三遍的歐阿虎 他變成佛的歐阿虎了 往生淨土了 你可以做各種的觀想 來幫助對方 但是各位 盡力就好 你有信心 不用掛筊了 不用問了 請問 邓金水 現在有沒有去淨土 有 OK啦 你這樣想 他就變成這樣 佛法不可思議 佛法不可思議 但是你一懷疑 一懷疑 一退轉 那事情又來了 就算 他沒超度 已經超度 別人沒超度 又來找你了 冤親債主要靠過來了 再來 他說他的母親 有嚴重的骨骼疏鬆症 可以把法會功德回向嗎 來 法會功德 回向 裸火焦 及造成病苦 各種業障 冤親在主 所有骨骼疏鬆症德 及其業力在主 同享功德 王阿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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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以後就輪到你 報紙打開就一直王阿虎 你們老公問說你在做什麼 超多 報紙上面有太多的王阿虎要做了 好不好 我們都轉化他 再來 他的媽媽 今年77歲 得了嚴重的失智症 有嚴重的幻覺跟幻聽 發作起來好像瘋了一樣 我們要怎麼幫助他 當然替他消業障 替他積福報 比如說 特別失智症 那些被抓到的猴子 或是被抓到有腦筋的動物 他被抓的時候發狂 很痛苦 你給他放生 先消他的業障 消他這種失智症的業 然後呢 也回向給他的冤親在主 再來呢 再回向他的心性 希望他的心性 可以達到一個空性 那你就為他念念心經 超超心經 我想 小野障 回向冤親在主 淨化身心 然後替他念佛 但是很重要了 你千萬不要煩惱 我媽媽失智症 我媽媽在那邊叫 我好煩啊 不行啊 你媽媽越煩 你要阿彌陀佛 阿彌陀佛 越安定 你要越安定 用你的安定 然後來超度他的不安定 就是佛教的方法 用你的光明 來消除他的無明 再來 守戒 守五戒 守得不圓滿 只受四條戒 可以批慢一嗎 那你就減五分之一下來吧 不行批 這個五戒滿滿的 不是四條 那我就減一半 沒有 你想要批慢一嗎 那你為什麼不受五戒呢 不行啊 因為我要喝酒啊 不喝酒會更發財的 不喝酒會更有智慧的 你要相信佛講 佛不會找你麻煩啊 佛這個戒 就是保護你更圓滿的 佛教徒可以葬在 基督教的墳場嗎 沒什麼分耶 因為你葬在哪裡 跟你超度去哪裡 沒有關係的了 你超度去哪裡 是你的業跟你的心態 所以無所謂 免費的都可以去葬 甚至你跟你媽媽說 甚至你自己說 我要去葬在基督教的地方 我可以幫助我們 基督教的教友升天 那是個悲心 那保證超度了 因為我的老公是基督教徒 沒關係 佛法是空性 是超越宗教的 知道嗎 佛法如果說貼標籤 我是佛教 這個法旨 你就不了解佛教是什麼 那佛教講 中觀 空 超越各種宗教 超越各種形象 所以 那不管它是什麼宗教 空 悲心 是幫助他們的 最重要 最後一個問題 他的爸爸 母親 還有 我是父親 母親 我兒子在正月25號 往生意外 名字叫 唸一下 花卉功德 會像 楊振豪 離苦得樂 得生淨土 那頭七那一天沒有回到家裡 晚上一點多 女同學 上了女同學的身體 說要見爸爸媽媽 有話要說 說他的兒子往生以後 頭七的時候 附在他女同學的身體 可惜來不及見不到 過了幾天 又上了女同學的身體 名字叫謝艾玲同學 後來跟我們道別 我問做法事的道長 為何一直上女同學的身體 然後做多一場二妻的法事 然後道場說 最好能為兒子做一場法事 叫破地獄 說能為往生者減金業障 需要做嗎 不要錢了就可以 這樣你了解意思了吧 來我們聽他做好不好 來 所有人的功德 法會的功德 回向楊正好 翁阿虎 南無地藏王菩薩 翁阿虎 南無阿彌陀佛 翁阿虎 楊正好 往生淨土 不再附身 翁阿虎 我們用法事做完了 免費招待 大家都有功德啊 好 滴水功德祭 然後天氣很熱啊 惡鬼道更苦 而且水裡面有污染 我們要淨化它 然後也化為甘露 布施給惡鬼道 更重要的 把所有功德 進入整個地水火風世界 讓雷傑雷氏父母祖先冤親在主 同享功德 也讓所有受苦的惡鬼道眾生 離苦得樂 功德回向滴水祭 那佛經有說啦 用一杯水供養佛陀 這一杯水灑出去 那這回向可以超渡八萬四千個惡鬼道 可以超渡一年之內人類所吃掉的海鮮水產眾生 一杯水供佛 等於念了一百萬遍的發財眾 水 所以各位 等一下我們先來供佛 一杯水供佛 等於念了一百萬遍的消業障眾 所以這個水啊 你也可以留幾滴啊 回去洗澡啊 大家家裡洗澡啊 消業障 水善供有這個功德 乃至呢 做功德回向 所有功德融入 這個水淋在地上 它會到了最深的大海 河裡面 土裡面 樹裡面 變成水蒸氣 變成海水 所以整個無量無邊的世界眾生 包括你累劫累世的冤心在主 皆同享功德了 請發一瓶水跟這一張紙 那 供水祭 我們先唸供水祭 在各位的右邊 有沒有 甘露水真言下面的供水祭 一起唸一下 水有八德 供養十方 喔 觀想十方佛 灼諸惡業 六道清涼 然後滴出去喔 嗯啊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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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道清涼 上供下施 簡不簡單啊 有些菩薩說 師父啊 我沒有辦法做淹供很苦惱 做水供就好了 什麼都可以嘛 用米也可以嘛 上供 甘露 然後地上下施都可以啦 再來 我們要念 功德回向滴水祭 各位再念一下甘露 把過去現在 未來一切諸佛菩薩 一切三寶弟子 包括自己 過去現在未來 深口義所做的功德 融入在這裡面 好不好 把你的地水火風 空 也都融入在這裡面啦 然後唸個甘露 來 甘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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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呢 再把這個功德啊 等一下要無量無邊的 布施 唸這個功德 回向祭 來 大家一起唸 功德回向祭 一起唸 來 強圓及陸柱 無邊處所者 與水由天降 終必會低處 如此之不思 伏之亦惡鬼 猶如滿意流 得便於大海 如此思善國 福之亦惡鬼 好 等一下 請我們禁勇菩薩 大家再唸一次 好不好 他這樣道喔 你要觀想 底下的盆子 代表整個法界 都得到了這個 大家的功德甘露 然後等一下下課了 你去外面道 好不好 這樣 到的時候 雨水由天降 哇 所有的功德 好嗎 禁勇在嗎 好 趕快 給他鼓掌一下 用袍子 我們啊 再唸一遍啊 希望我們禁勇有大福報 好不好啊 生命協會 多開幾家 我們現在啊 在全世界都成立什麼 唸一下 慈悲協會 內容呢 凡是慈悲的事情 都去做就對了 好不好 祝念老人關懷啊 婚姻關懷啊 子女關懷啊 都去做 所以我剛才在跟我們禁勇菩薩說啊 我們今天色拉茄 大學 中小學 主管都來了 我看在新山開一個 色拉茄中心 好不好啊 這樣新加坡近一點點 然後呢 他們就會派閣西來 幫我們修法 好不好 好 所以大家再唸一遍 功德回向祭 唸一下 來 開始道 強圓及路柱 無邊處所者 雨水由天降 終必會低處 如此之不失 福之亦惡鬼 猶如滿一流 得便於大海 如此失善果 福之亦惡鬼 撕水祭 唸一下 來 至極聖者 觀世音 首降本志 甘露流 惡鬼 飢渴 諸苦滅 願其 極盡 聚福樂 恩馬尼 北美 紅色 我們也把 開咽喉 甘露水 念到水裡面 那各位晚上 布濕的時候更好啊 那這一瓶 瓶子你不要丟掉更好 布濕完了再給它加水再布濕 好不好啊 那這一瓶子 布濕越多變 它加持力越大 開咽喉劑 來各位點點水 你可以點幾滴水 現在好熱啊 我坐在這邊更熱 我這個 一直放熱氣 好像烤火機在我身邊 沒辦法 來 開始 恩薄薄滴滴 切朵里 但他也朵也 恩薄薄滴滴 切朵里 但他也朵也 恩薄薄滴滴 切朵里 但他也朵也 甘露水 南無沙羅不也 但他也朵也 大志祭 恩 沙羅沙羅 本來沙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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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沙波河 好 各位瓶子把它封起來 一百萬馬幣跟你買 要不要 不要 一百萬不夠看 所以 因為它有無量的功德啊 如果你給我 我說好 一百萬給我 我來買水 我瓶子給你 因為可以供養很多水 護持生命電視台 就有如在護持十方三世一切佛法森三寶 所以期望各位把生命電視台所聽到的叫法 運用在您的內心裡面 達到無我的空性 達到慈悲利益眾生 更要隨時收看 隨時護持生命電視台 就是護持三寶 護持帳號 1996-5232 1996-5232 護名生命文化基金會 數字幕提供 21996-523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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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996-5233 21996-6223 21996-5233 21996-6233 21996-6233 21996-7233 21996-7233 21996-924-4233 21996-7233 欢迎你来这里 各位大朋友 小朋友 大家好 欢迎你收看今天的志工妈妈说故事 我是香香妈妈 香香妈妈好 你好 哇 你有没有看过人家钓鱼呢 有啊 我在海边的时候都会看到有人拿着鱼竿 去钓鱼 那你觉得这样子钓鱼他们是为了什么呢 因为好玩吧 好玩哦 可是如果是这样子 鱼儿却因为那个勾勾勾住了嘴巴 其实会很痛的对不对 而且离开了水面 他们可能会怎么样 会没有办法生存的对不对 对啊好可怜哦 对真的是一个很可怜的事情 接下来啊我要请你们看一个影片哦 这个故事你看看他们是怎么样的呢 我们请看 鱼群的话 在一个热闹的街道上 在一个热闹的街道上 我好想吃个糖葫芦哦 哈哈哈哈 好的 我买一只给你吃哦 好啊 我有糖葫芦吃了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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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爸爸不只可以买糖葫芦给你吃 还有一只鱼给你吃哦 老爸好棒哦 哇哦 糖葫芦真好吃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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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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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哈哈 老爸你要做什么 儿子 刚刚老爸不是跟你说要钓鱼给你吃吗 啊 是啊 爸爸我现在就去河边给你钓鱼去 中午就吃到美味的鱼了 爸爸 你说那些鱼看到你拿着鱼竿 会不会吓得都游走啊 不会的 我可以装成一副慈祥的样子 让它们以为我是位位大的人 然而就能游到你的身边 哈哈哈哈 太好了 爸爸你真的好有办法 嗯 你快快在家等着 中午就有鱼吃了 嗯 爸爸 你早点回来哦 嗯 好啊 你呢 在家也要听话呀 鱼人来到小河边 找了个位置坐下 便开始垂吊起来 他静静的坐在那里 等待着鱼儿上钩 鱼人的出现 立刻引起了水中 众多鱼儿的注意 他们纷纷游了过来 看着静静坐在那里的鱼人 我怕 你追不上我的 别得意 我还没用全力呢 呃 呃 呃 这是什么 哈哈哈 怎么样追上你了吧 噓 小声鱼 小声鱼 你别吵 呃 小鲸鱼 你在看什么 你瞧 岸边坐着一个人 我观察他好久了 可是 没见他动一下的 真的 你说他该不会是睡着了吧 呃 有跑到河边坐着睡觉的人吗 反应要河里怎么办 有道理 可是 他怎么一动不动啊 这个人真有耐心 我们老伴天不理睬他 他还是不走 可见 他是一个有修养的人 是啊是啊 有人说 人者要山 智者要水 喜欢山水的人 一定是个慈祥的人 嗯 这个人既慈祥 又有修养 真是伟大 呃 看来 这是个伟人啊 鱼人 看到众多鱼游了过来 心里很高兴 看来 今天收获一定不会傻 很好啊 你来了 小鱼儿快上钩吧 我们能遇到这么伟大的人 可真是幸运 是啊 我好想让他给我签个名 难得能遇到这么一位伟人 我们应该跟他聊聊 对啊 可是他在岸上 我们在水里 怎么才能跟他聊呢 你没看到这有条线吗 我们可以咬着线爬上去 这时 一条老泥球 在家里待得很久了 想出来透透气 哈哈哈哈 外面的空姐真的很新鲜 好多朋友都在游来游去 真的很棒 哈哈哈哈 孩子们啊 你们在干什么呢 你叫爷爷 你叫爷爷 我们在看这位慈祥的伟人呢 我们还想咬着这条线爬上去 跟他聊聊天呢 不行 你们不能这么做 你是个危险的人 啊 不会吧 我们怎么觉着 他是个慈祥的伟人呢 你们难道不知道 他是在钓鱼吗 钓鱼 什么叫钓鱼呀 什么叫钓鱼呀 你们这两个傻孩子 连钓鱼都不知道 钓鱼是一种残忍的欺骗的行为 用鱼儿来骗我们上当 是尖尖的鱼钩管穿我们的嘴巴 这不是残忍的事吗 为了满足自己的贪心 想吃我们的肉 把痛苦带给我们 这样的人 怎能算是有修养的人 又怎么能算是慈祥的人 啊 啊 好可怕 怎么 怎么会是这样 我还以为他是个伟大的人呢 走吧孩子们 天地界最可怕的 就是损人利己的伟君子 我们可不要被他的外表所迷惑而上钩啊 原来他的慈祥和修养都是装出来的 君贝比 我们快离这个人远远的 这种人太可怕了 对 真没想到他竟然是个伟君子 多亏没跟他要千名 鱼儿们知道真相以后 觉得那鱼人太可怕了 于是 忙四下游走 咦 怎么都跑了 看来我还得装得更慈祥点 不信没有鱼儿上钩 的确 世间最可怕的就是损人利己的伟君子 面对 面对笑里藏刀的人 我们应该提高警惕 保持距离 以免自身受到伤害 人者要山 智者要水 出自论语 比喻有人得的人品德崇高 乐于见到山 而有智慧的人心性通达 乐于见到水 损人利己 比喻使别人蒙受损失 而让自己获得利益 笑里藏刀 形容人外貌和善可轻 内心却阴险狠毒 比喻待人表里不一的意思 幸好那些小鱼都没有被吊走呢 嗯 还好哈 对不对 你觉得这几只 哪一只 你觉得它最聪明的呢 我觉得老泥丘最聪明 嗯 除了老泥丘以外 我们还有在影片中 还出现了哪几种鱼呢 有鲸鱼 还有鰂鱼 是鰂鱼吗 花鰂 对 是花鰂 还有老泥丘 还有呢 还有黑鲫鱼 哦 共有四种鱼 这四种鱼 那你觉得老泥丘最聪明 对不对 为什么 嗯 因为它最有经验 看的也多 是最有智慧的一只鱼 哦 最有智慧的一只鱼 可是 为什么它可以很有智慧呢 你觉得 它的经验非常丰富啊 哦 它年纪也有 对不对 嗯 然后它有很多的学习 所以变成最棒的一只鱼 对不对 最有经验的一只鱼 很好 富华 你觉得它比 比较像哪一只 小鱼呢 我觉得我比较像小鲸鱼 为什么呢 嗯 因为可以自由自在 我又无虑的游着 而且 虽然 比较没有什么 嗯 经验 可是 它会聆听老泥丘 对它所说的一些经验啊 哦 所以它有虚虚的学习嘛 对 很好哦 那我再请问你哦 你觉得这一件事情 钓鱼这件事情 老泥丘怎么告诉了小鱼呢 嗯 老泥丘说钓鱼是一种残忍 又是欺骗的方法 嗯 嗯 它不但呢 用钩子 钩住鱼的 那个嘴巴 嘴巴 嗯哼 然后它是利用那个 诱饵来勾引 嗯哼 就算是 最后它们还 把它杀来吃 啊 啊 是一种很残忍的方法 对是一个很残忍的方法 对不对 嗯 所以 老泥丘要劝告 那个小鱼 可不可以去 那个接近那个地方呢 不行嘛 不行 那是很危险的事情 那如果是说 你的慈祥才是真正的慈祥 嗯 而不是说 嗯 没有合一 对不对 嗯 用装的不是一个好事情 如果说我们常常去帮助别人 或者自然而然的就可以 是中人都会感受得到你的慈祥 嗯 而不是用装的 嗯 用装的没有够诚意 对不对 嗯 那你觉得你如何 可以让自己可以有这种慈祥 嗯 嗯 我 我在电视上都会看 看到有人报导说 某些人遭到不幸 我都会觉得他们好可怜 好想帮助他们 对 那所以呢 你也是一个很有慈悲的小朋友啊 对不对 很棒哦 谢谢 要保持哦 嗯 我们其实也可以多多听听法师的提示 开示 或是可以让我们增长一些的见闻 那提升我们的智慧 而且可以主动常常的去关心 你周遭的朋友 或是同学 这样子呢 我们才真正的自然而然的 就会有那个心了 对不对 而不是用怎么样 装出来的 哇 从影片里面这个故事一开始 小鱼儿与一味的去崇拜这些渔夫 那你觉得这样子对吗 嗯 我觉得还是要先经过智慧的判断 然后不要盲目的去崇拜 嗯 就像那些歌星一样啊 一直追追追追星 对不对 对我们要冷静的去怎么样 去思考 去思考 去学习 如果你没有去冷静的思考 这样是不太好的 其实我们也可以去像啊 玄庄大师啊 那个 神言法师啊 还有很多的大德 他们都为了人类要牺牲奉献很多 他们有很多的很好的做法 还有很好的精神 都是叫我们 值得我们去竞变 而且我们可以去学习的对象 对不对 嗯 对 好 各位小朋友 以上就是今天的故事 希望你会喜欢 我们下次见 拜拜 孩子的心灵 宛热洁白的画布 如常接触不良的电视和电玩 就像涂抹灰黑暗淡的色彩 容易迷惑他们的心和眼 请鼓励孩子收看生命电视台 让最慈悲的开示 让大智慧的发育 让具教化的节目 沉浸孩子的深口意 令孩子的成长之路 有佛 有菩萨 有善之士 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